请教市长好了 市长对这个应该比较清楚 因为你头脑一向都很清楚 那市长因为整个工程在完成之后 也应该有使用一段时间 那因为为什么没有发生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这段时间 没有到达三级以上的地震嘛 对不对 所以经过了这个地震之后 三级这一个建筑物了 它的一些设施就整个倒塌了 那我想也应该让市长 有点时间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倒塌 市长 好 昨天第一时间我也到了现场 那当时我是要求公务局 以及体育局 那会同专业技师 那尽快地做勘查鉴定 那我想他们昨天晚上有勘查 早上有勘查 应该很快的结果就会出来 我想这个对桃园的形象 也有所影响 好谢谢 但是我要在这里向 包括运动的民众 受伤的民众 深深的表示歉意 歉意嘛 那也要组成这个小组 把这问题厘清 因为类似的这种 青钢架的悬吊式的设计 加上隔音板 这个运动中心 跟卢族的运动中心 是一样的 那差别在于 最近刚完成一个灯光的工程 那这个灯光工程 跟这个天花板工程的界面 需要厘 那为什么会造成 三级地震 好谢谢 市长 等一下有机会可以回答啦 我想我们会把它厘清 没有问题 OK好 他就觉得不对劲了 開頭往上看 都掉下來 就這個啦,就這個被刺到 因為大家覺得不妙,就先 是整個下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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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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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